雖然目前 雖然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我雖然 這支影片雖然只玩了這個GoPro 12的冰山一角 因為它的GoPro Lab有很多很多東西可以玩 像是位元率你可以調高啊 還有一些什麼顏色的改變 都可以去調整 那這些都是GoPro 9 GoPro Labs 9這一代的韌體 是沒有辦法去執行的 那到了GoPro 11 12開始 GP2處理器 整個就可以讓你有更多浮誇的東西可以去調整 那真的是好像開外掛一樣 那其實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其實GoPro 12的部分 我只摸到它的冰山一角 因為其實它的GoPro Labs 就是那個外掛韌體 可以做超多事情 像是它的曲線啊 Log曲線 你可以調 或者是港公園 那你先忙喔 我回到西方的電視 拜拜 WTF 我們看見你了 這個按把電視 是非常熱的 那個按火 直接按腳